大家好,我是娟魔力 天气就像女人的心情一样 说变就变 出门还是大大的太阳 刚刚就下了一场2021年的第一场秋雨 天气热,很多人胃口不好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款秘制辣椒酱的做法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放上一年都不会坏 香辣过瘾 配上米饭,馒头,拌面条都很不错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特意回了一趟娘家 在自家地里采摘了一些很新鲜的青红辣椒 来到菜地里,到处都是宝贝 大家看看这个大宝贝是什么 欢迎评论区留言 辣椒也摘了一篮子 压点地下水给它清洗干净 洗辣椒的时候先不要去辣椒地 去掉的话容易把生水灌到辣椒里 我们多用水给它冲洗几遍 把辣椒清洗干净 清洗好的辣椒把它放到竹篮上 控干辣椒的水分 我们再准备几根香葱 几根香菜 一个洋葱 两骨姜 用我奶奶留下来的地下水 给它清洗干净 给它多冲洗两遍 洗干净的洋葱去头去尾 中间给它对半切开 我们取一半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分成三份 再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后再用我的右手 给它抖散一下 再把它装入盘中 几根香葱给它打成蝴蝶结 打好后 跟洋葱放在一起 几根香菜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后也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片桂皮 几片香叶 三个八角 再来八十八粒花椒籽 全部准备好之后 先放一旁备运 再准备多一点的大蒜子 先用刀给它拍片 然后改刀切成蒜末 大蒜子的量和切的大小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来 切好后把它装入盘中 生姜 生姜先给它切成片 然后改刀切成丝 最后切成姜末 不喜欢吃姜的朋友可以少放点 切好后也装入盘中 先放一旁备运 辣椒的水分也已经晾干了 我们再用剪刀 把辣椒的根地 一个一个的剪掉 我们在剪根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要把不好的辣椒挑选出来 像那种有破口 有断结 折过的青红辣椒 我们都要把它挑选出来 那样会影响辣椒的保存时间 吃了对身体也不好 青红辣椒的比例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而定 这个都是没有绝对的 全部剪好后 我们再把它放在钉板上 给它切成小段 这里一定要注意 要戴上一次性手套 要不然切完之后 你的手会有很烫的感觉 就像着了火一样 再给它切碎 切辣椒的这个过程 真的是太伤情了 我都要哭了 嫌麻烦的朋友 可以放入料理机中 但是用料理机打出来的辣椒 远远没有手工切的那样好吃 但是不要切得太碎 有颗粒感一点会比较好吃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后 我们再把它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再把蒜末姜末倒进来 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盐的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 再来点适量的白芝麻增香 再加入三勺白砂糖 中和一下辣味 同时可以使辣椒吃起来的时候更脆一些 最后再加入15毫升左右的高度白酒 再用筷子充分的把它们搅拌均匀 如果是现做现吃 不过夜不打算保存的朋友 可以把白酒不用放省略 因为放白酒就是为了有防腐的作用 可以使辣椒酱保存的时间更长久 拌匀后先放一旁让它待着 起锅锅中倒入多一点的菜籽油 做这个辣椒酱尽量选择菜籽油 因为菜籽油的腌点比较高 适合煎和炸炸出来会更香 开大火把油温烧至五六成热 再转中火 倒入提前准备好的香料给它慢炸 炸出大料里面的香味和葱里面的葱油 将大料炸成这样焦黄变软 稍微比较干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把火关掉 再用漏勺把里面的大料捞出来 放入盘中 然后再把我们做好的热油浇在辣椒上 哇又呛又香 这种感觉我还是蛮喜欢的 再用筷子给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制作视频不易 手机还有电的家人们 帮妹妹点个关注点个赞呗 辛苦你了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这里我是把热油分成两到三次浇在辣椒上 浇一次就用筷子搅拌一下 接着继续浇油 这样反复几次之后 就能充分的激发出所有香料的香味了 油也不用放的太多 调成这种比较粘稠度就可以了 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盐 搅拌均匀 香辣美味拌啥都好吃 满屋子都是这个辣椒酱的香味 美味的辣椒酱就这样做好了 又辣又香 开胃又下饭 不管是拌面 拌凉菜 配馒头 拌饭都是非常好吃的 鲜香开胃 再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瓶子 把它装起来密封 装满后再把锅中多余的油倒进来 再盖上一层保鲜膜 把盖子拧紧放进冰箱冷藏保存 想吃的时候就舀一勺出来 特别的方便 放上一年都不会坏 夏天没胃口的时候来一勺特别的开胃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谢谢您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抓魔力天天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